那这山徒儿虽然已经减弱为青台了 但是它暴风圈仍然是笼罩半个台湾 风雨造成了各地多处灾情 台电统计到晚间7点为止 全台湾曾经停电的户数达到了344606户 目前仍然停电的户数则是有159841户 在高雄市就有超过15万户曾经停电 目前仍然在停电的还有8万7千多户 那么屏东停电户数则是第二高 目前还有6万8千多户是无电可用的 那持续来关注高雄的这个灾情了 高雄灾情惨重不只是这个停电 淹水那么现在也停水了 自来水公司紧急发出了停水通知 影响范围包括了三明区 鸟松区 前镇区 人物区 这个临雅区 凤山区等等10个区域 一共有20万户是停水 那么停水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台电停电的影响供水 停水时间呢 从今天下午3点21分开始 一直要停到了4号凌晨的零点 等于是今天晚间一整个晚上 这个高雄有20万户是无水可用的 我们下午3点人 会想到大家庭下的三明区 我们下午3点人 产典的零点人 一般来说 对于一般户 对于一般公司 对于一般户 对于一般户